前国会大厦警察局长斯蒂文·桑德 在接受时任福克斯新闻主持人 塔克·卡尔森的采访时称 1月6号的国会大厦骚乱事件 是军方和众议院议长的掩盖行为 该采访从未被福克斯播出 请看美南新闻记者全身的报道 桑德在卡尔森的节目中发表了评论 但据国家莫洞报道 这次采访被福克斯埋葬了 在国家莫洞泄露的采访中 桑德告诉卡尔森 他相信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 和时任众议院议长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人 南希·洛佩西之前就了解 1月6号即将发生的情况 是有计划的暴力活动 但未能进行沟通 并随后在事后掩盖了他 桑德告诉卡尔森 一切似乎都是为了掩盖 我不是阴谋论者 但是当你看到他们掌握的信息和情报时 军方拥有的一切都被淡化了 我没有得到情报 国民警卫队事先拒绝给我任何支持 当我们受到攻击时 国民警卫队无法派出部队 不让我们采取行动长达71分钟 骚乱发生后不久 桑德就辞职了 他从2019年开始担任国会警察局局长 并担任警察30多年 桑德说 有可能是真的他们希望发生一些事情 开始这样想 其实并不遥远 当你开始把所有的事情放在一起 并思考这件事情的结果的时候 你会感到悲伤 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 当然是利用这个事件弹劾总统川普 在2021年6月发布的一份参议院两党报告中 该小组得出的结论是 联邦机构没有就暴力威胁发出足够的警报 国会警察情报部门 也没有与该部门的领导人和高级官员充分沟通 其所掌握的信息 我们下期见 是